越王山 名列广东七大石山之一 岩石接而入 微微山峰 携带着浓郁的草木之气 迎向到访的游人 现在我们在爬这个阶梯 特别的陡 但听说还不是到山顶 我们现在只是为了走到玻璃栈道而已 已经非常累了 不过听说如果真的要登顶 需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不行不行 真的太累了 沿着山顶或石板栈道登山 仰看山 俯听拳 路途再累 也因美景所感而忘却 你好 这是千辛万苦才爬到这里 而且这里只是半山腰而已 对 越王山 它这个越王并不是讲 我们传统的越王构建 而是指秦汉时期的南越王兆陀 南越王它总共是活了103年 这么久 对 非常的长寿 因为当年它从东江到攀鱼的路上 途经此山 它走出船上之后 发现这座山非常的雄伟 于是它在这边 山上的有一个我们叫面壁岩 它登上了山之后 在面壁岩 面壁成丝 最终决定在这边秤 原来 赵佗对开发嶺南鞠躬至尾 而受到爱戴 真的很高 这高度有多高呢 这高度大概有118米 相当于25层头这么高 25层 我跟你讲 我往前看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只要一低头这样走 其实还有一点怕怕的 因为真的很高 而且一览无遗 这个玻璃栈道很刺激 现在看到这边 其实很清楚看到这里的单小地貌 对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单小地貌的形成 主要是因为长期的流水冲击 沉积 沉淀层的一个山体原体 它的特征就是偏暗红色 折红色 并且非常的平滑 你看岳阳山的单小地貌 它和其他山不一样 其他山它是以土石为主 但是这边它整个看下去 就像一座红色的石山 有有有 而且是可以看上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 非常有特色 难怪当年岳王还会来到这里 岳王山借助天然的地形之力 形成千姿百胎的景观 狮子岩唯妙唯笑 这里就是传说的面壁岩了 没错 这里就是他相传 赵佗走过乾坤石 走到这个岩壁面前 突然之间觉得乾坤石 给他带来那些启发 于是他要在这边面壁 分析天下大事 最终在这里立志称王 听说还有传说故事 说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人形影子 这里的传说是 如果临时有慧根 有比较聪明的人 在这边是能隐约看到 一个人形的拓颖的 非常的神奇 所以要靠一点想象力 来 我来看一下 我只会面壁思过 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 所以就看观众朋友们 看不看得出来了 赵佗因为面壁明智时 被一统天下的刘邦 封为南岳王 我看出来了 这个就是岳王头了 没错 这是我们岳王山的 第二大自然奇境 岳王头像 可以看得出来 鼻子 下巴 对不对 对 鼻子 眼睛 下巴 非常的传神 这个都是大自然的 鬼斧神功了 岳王山的高大雄旗 不得不让人赞叹 河原龙川县 素有秦朝古县 百岳首亿之称 自秦始皇三十三年 建制至今 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 龙川学宫 自然成为千年古城的 文化地标 主体建筑大城殿的后方 是明伦堂 过去是上课的地方 里面供奉着主管考试 被文人尊奉的文昌地 赵佗逐城龙川 佗城是赵佗的新王之地 城内有岳王景 岳王庙 以及与赵佗有关的遗迹 我们现在来到陀城镇 其实它有很千年的历史 那它什么来由呢 对 我们陀城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非常的深厚 目前也有2237年的历史 龙川陀城当时叫龙川城 在1941年为了今天赵佗 而多名的陀城 1949年解放后 把县城改为镇 那我们当地这个地方 是当年整个广东范围内 最早历历城的 从公元前214年到现在 也有2237年的历史了 可以说这是最早开始的地方 对 对 这是赵佗的新王之地 中原姓氏之最 科举文化之窗 历史的因缘机会 让赵佗在岭南 摸下了中原文化的种子 怎么在这里有特别这样子 古老的一个狮子 还一对的呢 对 这就是当时古代 在赵佗办公的衙门 只要过去只有衙门 才能摆放狮子的 同时狮子的话 历史挺悠久的 1400多年历史 左边是公的 右边是母的 这个一崇一瓷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丝子 嘴里面含有个球的意义 就是有球必应 是这样子的意义 龙川自古以来 科举文化兴盛 人才辈出 眼前这口井 就是2237年的历史 岭南第一井 当时赵佗在中原 带着五十番边市 来到我们这地方 以后水土不服 在这里挖掘了第一口井 这口井井深深度有 11.3米深 直径1米2 那么这2000多年的古井 一直以来都有水的 来尝试一下 这是非常古早的游 古井在1991年的时候 也来过地理专家过来 把这个水是化验过 这水的作用是 静美游可以保浆 那之所以兆头为什么 能喝到101岁 这么长寿的原因 是跟这个水 水质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关联的 你们看一看 多清澈啊 好厉害哦 我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还可以活103岁了 景区内还留存着 当年的考试场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龙川考棚 也就是以前考试的场所了 对 没错 我们眼前将军物呢 是一个龙川考棚 既然光续年大 1876年 到现在有140多年的历史 我们龙川考棚呢 当时是属于地考初考考秀才生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还原的景象 其实从以前呢 就是房坐壁 都会做这样子 一个一个像小房间 对 没错 其实上天上夜也不容易 这个吃的喝的用的 都在里面解决 而且呢 这里的场地非常大 好像就是不只是考文 也考武 对 没错 比武场就在里面 清朝课的考试 考文随代开始 经历了1300多年历史 清朝末期1904年 文武同时废除掉的 里面还有个比武场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也提升了城市内涵 近年和园积极打造文化旅游 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发展农家乐 民宿 农业休闲观光等项目 美学度假山谷 春暮远小镇就这样应运而生 带领人们远离城市喧嚣 来 口号准备 小镇丰富的节目 带给游客放松的心情 这个酒吧喜欢真的很好 像在这个小镇 是不是就有类似像这样的酒吧 咖啡厅呢 这样的设施呢 是的 是的 而且我们这个酒吧 叫猫头鹰酒吧 你看主要是它那个背景 就是完全是一个猫头鹰的形状 而且我们这个酒吧的话 跟传统的酒吧会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的话 它不像那种很闹的那种 它是你坐下来的话 就是跟三两个朋友 去做一个微醺 对 然后你其实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酒吧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没有下雨的一个情况下 它晚上的一个六点钟过后 无论你是夏天也好 它都不会热的 因为你在坐着这个湖面的一个酒吧的话 跟三两个朋友去聊天 喝杯酒 特别舒服 非常舒服 然后吹着这个山峰 是非常舒服 透过建筑和液态 攻勒出有归属感 有心灵共鸣的场域 青春驿站的话 其实是我们镇长的话 是比较有情怀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学生跟背包客 也到这边来去感受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嘛 所以说专门去打造了一个青春驿站 而且我看到有猫咪耶 对 这里的话它就是针对可以撸猫啊 就是猫到处都有耶 像那个底下也有 是的 所以就打造一个其实年轻人会喜欢的环境 其实这只猫呢 是就是我们的店长 店长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店长 店长 这是我们的一个店长 嗨 店长 给摸吗 店长 给 他给呀 哎哟 店长 你刚睡醒 所以有点脾气 店长刚睡醒 那你看到我们这边啊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桌游 手游 以及一些书籍 那他们如果不想待在房间 你就可以到这边去做一些活动 一些游戏之类的 而且也可以做交流啊 认识新朋友啊 通通都可以 对对对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忙碌的生活 让都市人无暇安放自我 一座让心流淌的小镇 引领人们回归生活